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 大家上午好 我是威廉 我是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济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又来到了托尔兄弟在Montevelo这个新盘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户型 是他们在viewpoint这个盘里面最小的户型 我们为什么要介绍最小的户型呢 大家知道一般在一个贵的社区里面买起不价的房子 不管是你今后在租或者卖的时候 往往都是最容易脱手的 今天要介绍这个户型叫Compass 它的基本信息是五房五玉 那实力面积是2962尺 那它有三层楼 那它的地税是1.35% 社区管理费是299每个月 之前我已经讲过这个社区呢 是一个门禁社区 是一个高端的社区 它里面有游泳池 有BBQ 有clubhouse 所有的这些设施 非常的luxury 非常的舒服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套房子里面长什么样 Let's go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从这个房子的外观说起啊 首先它这个外立面呢用了大量的食材 看上去就非常的庄重和非常的贵气 然后这整个外立面看上去呢就很多窗户 就感觉有一种半玻璃房子的感觉 特别的现代哈 另外的话呢它这个车库 大家可以看得到除了它的drive位以外 从这里开始它就已经有这个门廊了 像这种车库外面有门廊的房子 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 也就是tall brothers 它能够盖出来这种感觉 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安全 有一个地方周风挡雨的感觉 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啊 那我们看看时代怎么样 好看完车库这边我们进大门之前呢 这边又有一个前院的门廊 这个门廊做的也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啊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看室内的部分哈 那这个房子一进门呢 我被深深的吸引 就是它这个三层楼高的大调空 右手边特别多的窗户 我大概数了一下应该有14面窗户 特别多的阳光照进来 特别特别的明亮哈 这个房子 那进门以后在我的左手边呢 是楼下的一个房间和一个泉域 进来看一下 那在我的右手边呢 就是楼下的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话 层高也是不错的 窗户开的蛮多 大小合适 它的对面呢 就是一个泉域哈 这个泉域的话呢 盖的也非常的高打 背面的这个亮面磁砖是做到顶的 然后位置也非常的宽敞 用起来特别的舒服 我们看看其他的区域 好我们看完楼下的房间 我们往前走 这边是大门哈 大家看看这一枕面墙全是窗户 太明亮了 那这边呢 有一个楼下的一个储物间哈 给房客放一下衣服啊 自己出门前要用的 那这边呢 是他的楼梯上二楼 那接着往前走 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 Femin Room 那首先的话呢 他这个厅呢 也是一个超级高的调控 这边有三面推拉门 玻璃到后院 那上面呢 还有三块玻璃 然后这边他的这个壁炉 这个整个这个装饰墙是坐到顶的 这种大气的感觉 油然而生啊 将他的电子壁炉 电视机挂在这里 然后这个客厅的话呢 不大不小哈 位置差不多 在这个面积里面来讲的话 加上他这个高挑的空间 我感觉阳光暖暖的撒在这里 坐在这里看会儿书 看会儿电视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那旁边是他三折的推拉门直通后院 看看现在是中午的样子 这个阳光洒进来 真的是特别的明亮 我很喜欢很阳光的地方 好再往前走的话呢 就来到我们厨房和餐厅的部分 首先就是他这个台面 他这个台面呢 大理石的台面是瀑布式的中岛 那这旁边的话呢 有他这个吧台式的设计 这边一共可以坐得下四个人 所以说在这里用早餐的话呢 也是非常舒适的 有吃完饭盘子直接放sync里面 非常的方便 我很喜欢他上面的吊灯 包括呢 他有这个built-in的speaker 这种感觉特别的温馨 放一点缓缓的音乐 我觉得太舒服了 然后旁边这边是他的烤箱 微波炉 然后built-in的冰箱 都是包括在这个售价里面的 当然了 他这些所有的柜子呢 也是这个 come on soft-closing的柜子 然后六个火的炉头 超强的抽油烟机 做到顶的哈 然后back splash也是做到顶的 所以说怎么讲呢 tall brothers 他把这个豪宅的这种 现代感豪华感跟生活气息 完全融为一体 做的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那这个房子呢 他是没有pantry的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柜子 储床空间 包括这边 这边全都是柜子 然后包括这个饭厅的旁边呢 也是这么多的柜子 所以说储物其实也是够了哈 那在这个中岛的旁边就是我们的餐厅 这个户型呢 他就只有一个用餐厅哈 其实很多时候呢 一个用餐厅也是够的 那有一个亮点就是说 这个啊 餐厅的旁边呢 这边还有一个三折的推拉门直通后院 也就是说他在一楼的空间有两个地方直通后院 这样的设计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人性化 大家从这个角度肯定能够看到我后面这个大的调空 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那看完一楼的空间 我们去看看二楼长什么样 Let's go 好 我们上到二楼 在我的右手边是主卧室 进主卧室之前呢 这边还有做了一些柜子 可以放一些照片 作为收纳哈 这个主卧室呢 首先是给主人最好的位置 它对面有三个很大的玻璃窗户 朝南的话呢 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城市风景 那这个主卧室呢 它的层高也是足够的 无目测大概有十一二尺的高度 所以进来之后 你会觉得特别的宽敞 特别的明亮 那再一个就是说 它也是带着这个building的speaker 整个空间给人感觉就是暖洋洋的 非常的舒服 那我的左手边呢 就是主卧室的卫生间 那主卧室的卫生间呢 托尔兄弟他们确实也花了心思来设计的 首先是这个独立的浴缸 现在是用这种椭圆形的 就是比较现代哈 比较舒适 旁边是它的这个淋浴 淋浴空间依然依然是做得非常的大气 然后这边还带一个窗户 所以增加了采光 然后再看看它这个洗脸池 双洗脸池 它用的这种花色是平时市面上 我不怎么买得到的 而且呢 它这一枕面墙都铺满了这个大理石 所以给人感觉就是高级高档 包括它配的这个灯 在这里洗漱 你都感觉日子好舒服啊 对不对 那我的右手边是马桶间的位置 那我的身后呢 那就是它的这个衣帽间 这衣帽间也是做了Building的这种柜子 方便你的收纳啊 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哈 从这个角度给大家看看这个主卧室的风景 大家可以看得到哈 这一枕面墙呢 有六扇窗户 阳光照进来朝南 这种风景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早上起来阳光照进来打开窗帘 能够看到三项美丽的风景 美好的一天 从早上开始 从主卧室出来的话呢 我们看看二楼其他的空间 那我的左手边呢 是上三楼的楼梯 再往前走呢 在我的右手边是其中一个套房 这是二楼上除了主卧室以外的第一个套房 那这个套房呢 层高也是足够的 然后呢 这边的窗户也是开的蛮多的 都是从这个这么低的位置一直开上来 所以采光是完全没有问题 从这个房子的装修风格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这个给家里面的男孩子住的 那旁边呢 就是它的这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也是带窗户 带淋浴 非常的好用 这是其中的一个房间 那我们看看另外的房间 这个房间出来以后的话呢 门口就是这个房子的洗衣房 洗衣烘干机的位置 还带了一个洗手槽 有诸多的柜子 那洗衣房的对面呢 就是有一个储物空间 放一些毛巾啊 这些东西真是非常的实用 这个设计我觉得是很贴心的 那在这后面呢 就是这个家里面 给女孩子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一个粉红色的系列啊 然后呢 它这个窗户呢 依然也是开着很多 层高足够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由于它是浅色的 有一点点光线进来以后呢 就觉得这个房子特别的温馨 特别的舒服 好 我们现在上三楼去看一下 三楼的空间 那上三楼之前呢 在这个楼梯的拐角处 我们能够看到进门的这个大厅 和这个三层楼高的挑高 众多的窗户和阳光照进来 要重点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房子真的是非常的明亮 非常的舒服 上楼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上到三楼 上来之后呢 首先是它一个巨大的一个loft 这个loft的用处 真的是太舒服了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们一家人可能在这里打游戏 看电影 周末在这里 应该是我们最常来的地方 那这个loft本身呢 它也是整个这一面墙 这两面墙上都有很多的窗户 然后我最喜欢的话 是它的这个loft呢 有一个三折的推拉门 然后直通这个三楼的这个阳台 出来这边就是它这个三楼的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的 首先是它的大小呢 我觉得特别的适合 非常适中 然后上面是有遮挡的 而这一面是loft的 这一面也是loft的 最大限度的让我们感受了这个房子的一大优点 就是它的景特别的好 想象一下 在这里把它搞成自己的健身房 露一会儿铁 跟一会儿那个自行车 健身房都不用去了 口渴了 在这里旁边你可以搞两个冰箱 然后喝点水 看看自己喜欢的球赛 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真的是 这个阳台绝对是一个加分项目 好 这个三楼 我们看完阳台的话呢 我们去看看三楼 另外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三楼它还有一个房间 包括它有一个痊愈 这个房子呢 其实比较适合年轻一点的人居住 比方说刚结婚的呀 或者说年轻夫妇带小孩这种 等你的小孩到了tinderger这个年龄的话呢 他比较适合住在三楼 有自己的空间 有健身房 有地方发挥他的这些所有的精力 累了去自己的房间睡觉 可能他住在三楼的话 是不是应该就没有青少年的问题呢 那么在我的身后就是这个三楼上的这个套房 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 三楼的房间呢 依然是采用了这种整面墙玻璃的设计 北面呢可以看到漂亮的山景 那它有自己的衣帽间 那这边的话呢 它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可以放一个电脑桌在这里 那tinder住在这里 自己做做功课 那也是特别的方便 那这边的话呢 是它这个房间的浴室 这个浴室的话呢 也是带淋浴的 同时呢 那它也可以供我们在这个浴室里面 活动的人使用 功能性是特别特别的好 好了 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 以上呢 就是这个Compass这个户型 当然也是这个社区里面 最小的户型的这个户型介绍 那如果您喜欢这个新房的话 请记得和我联络哦 我是威廉 我是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请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